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第1,210条 规定的是买卖机动车为国户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这个条文是这样说 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 但是没办理登记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那我们这种情况原来在司法实现当中就叫做事实车主 这个机动车转让一方转让给另一方没有去登记 那么车已经交付了 那么受让这一方已经把车开了 已经在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发生交通事故呢 是这个事实车主承担责任还是登记车主承担责任 这原来在司法实现当中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 那讨论了很长时间 那么后来呢 正好在写侵权责任法的时候 就要把这一条规定下来 那么这所意见呢 也不一致 有的说应该是适时车主承担 有的说应该是登记车主承担 那也有的说一方承担责任 另一方承担补充责任 那么后来在讨论这个条文的时候 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说机动车转让的过户 是不是所有权登记的问题 那么如果要是所有权登记的话 那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机动车转让的这个过户登记 它不是所有权登记 为什么要用全数的变化 来解决这个规则的问题呢 那么大家回答 那当然没有问题了 登记转让所有权 这是不动产的规则 汽车是不是不动产 当然不是 汽车还会动呢 它应该是一个动产的物权变动 那动产的物权变动 这种登记就不是所有权变动的登记 它只是一种行政管理 那既然是一种行政管理 为什么要确定 那个登记车主承担责任呢 这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这样呢 大家意见就统一了 这个登记它不是过户登记 它不是物权变动的登记 所以它对责任没有影响 那动产交付所有权就转移 那机动车交给对方了 钱也收了 车也占了 只是没有改变登记而已 那受样车主 这事实车主 它就不是一个事实车主 它真正是一个法律上的车主了 那么这样呢 大家就把这个意见统一了 既然统一了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那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那谁是所有权人 谁就承担责任呢 虽然那个 在那个登记上没过户 那个登记还是原来的车主 那它已经不是所有权人了 它仅仅是个行政登记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规则就确定下来 那就有受让人 这个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就这个机动车转让 不管转让到几手 都是那个机动车实际受让人 就是最后受让人 它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个规则应当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现在 在没法典侵权责任别人 仍然坚持这个规则